台湾人又凭借着祖谱 在福建寻根成功 原来在台湾人里头 竟然只有3%是台湾本土人 另外接近97%都来自内地 其中包括70%的闽南人 17%的客家人 和10%的外省人 70%的闽南人 以漳州泉州人最多 因为在民青的时候 闽南有很多老乡 跟着郑之龙 郑成功去台湾定居 因为据说当时去台湾的条件 那是非常好 一个人去台湾给你三两名字 一家口子都去 除了每人三两名字 再给你们家分一头牛 所以在台湾随地都可以看到 裴砖古措 妈祖文化 这样的闽南元素 17%的客家人 其中9成来自广东省 所以除了闽南话 在台湾地区很多人都说客家话 这客家人 因为去的比咱们闽南老乡晚得多 平原地区几乎都被闽南人 占好了座位 客家人不得不在秋林地带安家发展 看来这个逢山必有客 逢客必有山 那不是说说而已了 10%的外省人 又以山东人和湖南人为主 湖南人呢 多是因为国民党 原本湖南人就多 那相隔千米的山东人 为什么含量也特别高呢 因为1949年国民党败退之后 刘安琪带着将近10万的山东人 退到了台湾地区 以至于现在在台湾 到处都是山东人的印记 像济南路 青岛路 还有山东里 你可能不知道啊 台湾不少知名的艺人 他们的祖籍其实都在内地 像周杰伦和吴奇隆祖籍在福建 罗大又吴宗宪的祖籍在广东 林青霞和王心灵的祖籍是山东的 张韶涵和陈延熙祖籍在湖南 你还知道哪一些台湾明星的祖籍 也在咱们福建吗 评论区里告诉老师 教你一句米南话 中国宝岛台湾 专攻不得台湾